张新宇穿黄色西装出席活动,大秀傲人身材,大家注意力却都放在第二张。 张新宇在娱乐圈中一直都是很有争议的一个人,但是这几年张新宇也开始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形象,把自己的重点放到了工作上,很多观众也慢慢地接受了张新宇。 最近张新宇出席活动的时候,现场也是被粉丝们围堵的水泄不通,正是完全不输给范冰冰。 张新宇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,不仅有著高颜值,傲人的身材在娱乐圈中中也是少见的,在活动现场,张新宇行走都是很艰难的,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张新宇的人气,但是突然之间一只手的出现,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虽然张新宇已经30岁了,但是一股成熟的女人味,真的是无时无刻在透露出性感的气质,穿住一袭黄色的西装,丰满的视野线也是十分的吸睛。 张新宇这几年的穿衣风格也是改变了不少,不再一味的追求性感,开始往成熟的小女人味气质上转变,一袭印花荡蓝色长裙,裙摆上的鲜鹤图案衬得张新宇仙气十足,再加上精致的妆容和披肩的长发,看上去完全就是仙子本心啊。 出席活动的时候,身穿一袭白色蕾丝连衣裙,上半身的蕾丝透视设计,更好的秀出了凹凸又质的好身材,脚踩一双裸色高跟鞋,拉长了腿部的线条,给人一种胸衣下都是腿的即视感。 在拍摄杂志封面的时候,张新宇化身暗黑戏女神,凌乱的长发散落在肩头,穿着一袭黑色的身衣长裙,正好露出了傲人的事业线,这样的好身材难怪被很多网友奉为梦中女神。 之前张新宇在回国之后付出的时候,拍摄的一组狮衣造型,本来红色的薄纱裙,从水中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九红色,更加的无能迷人。 一头黑色的湿发,正好和九红色相呼应,衬的五官更加的白皙,立体。